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光臨 今天要來跟過米慶祝他的生日 就是來義工吃好料喔 義工是台北的米其林三星餐廳 他已經三年都在賭米其林三星 很厲害 一定要去吃看看 現在就去 昨天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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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他的中紅有一種宮廷的感覺 百般古色古香 餐具也是很漂亮 終於就有機會來吃啦 現在就來吃看看囉 這次的重點就是要吃這個 火焰片皮啊 媽媽 還沒去拍照 我以來是這樣子啊 你一定要吃這個 烤仔薑餅 雙拼 第一種薑餅是這個包小皮 沒有小肉的 它的小皮是切切的 表面有一點滴滴的 加青瓜 蔥甜麵醬 火的就是完美 第二種薑餅就是包鴨皮和鴨肉 如果還有一些切好的鴨腿 剛才薑餅 剛才薑餅 阿的期待的部位 可以選擇三種煮法 有麥 有湯 還有炒避風糖的口味 我這次是炒避風糖的鴨匙 我感覺是比較重 比較炒的 後來我吃辣麵 不要忘記來看它的第二汁 除了烤仔 還有吃鴨菜和更濃的湯 這個湯有默默的煉熬 還有白骨和柚皮 喝起來是很香的 最好是甜點 麵馬來膏是比較甜的 還有這個很出名的炸豆腐奶 聽說是來煮陝西的甜點 它是很厲害啦 切一塊腿外面有糖粉 加上裡面鹹鹹的韓西的起司 吃起來就是100分的麻醬 吃到很飽 現在就夠吃的但是 我還有一次 大家繼續拍下去囉 暫Ja 另醬就是 它的吃火魂 熬食 我的天節目 不然 cope 快